等一下 我们很荣幸的被邀请到林书昂小姐参加这次的工作坊 林书昂小姐毕业于台大网梅佐 随即到哥本哈根互动设计学院留学 后续接连在丹麦日本荷兰等地工作 专长为透过Prototype将里面传逸给各种不同领域的人体验 现在与唐奉政委团队在任公共服务架构师 负责统整现化寻找改变契机并给予策略上的建议 这次林书昂小姐希望将其经验与心得带给学员 并分享在这组中如何运用互动设计同构成就的思维 下面我们有请林书昂小姐 谢谢贾桑 先是OpenPrior之后倒入两层了 我听说今天下午就要开始做计算的思绪 大家应该是非常兴奋 我这次奥运海的学员是2012年跟2011年后 一次学员是小 叫做TA这样的 所以很开心能够回来有这个机会在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知道大家可能很累所以随意我都讲完了 那我的名字是林书昂 那我现在在刚刚有说一个叫做东共数位创新空间的地方工作 那他其实他的位置在政府里面就蛮特别的一个地方 他在行政院里面实际属于行政院他开放的一个 他去创作一个创新空间 那主要是由唐凤迪处的政院去做这个领导的动作这样子 然后这是能够接到这个领导的对我来说很特别 就是听到这次的主题是重构这件事情 重构对我来说其实是 我听到像是一个好像被召唤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说 我到底从一个学资讯的然后后来变成学设计 然后后来在各地工作完之后 然后又渐渐的不小心回来之后就进到政品里面工作 那我传入在台湾工作的几年呢 第一次就是进政品 我想说到底一个设计师在政品里面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我想说这个可能对家来说还蛮有兴趣想知道 所以我就想说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设计师在另外一个人 可以说梦里请来一个相对的场域里面工作 会有什么样的经验跟心得 那今天我也准备了一个线上的提问区 我知道现在有直播 然后可能直播上会有人问问题 然后也希望可以把这个网址可以看一看 然后现在今天如果是我在讲的过程中 有任何问题也可以进行这个设计师在提问 然后可以试试的回来看一看 进入的方式就是你如果在手边有手机或是同打或是电脑 就让你去打slido.com 然后如果你看到的一个可以输入号码 就是code 地方的输入 然后就是你们WiFi的密码 OpenCat 2017 大家就可以直接开始提问 这样子 那 我也顺便把我的i-cad也设计一下好了 这样就可以看到大家的提问 好 就都可以直接去吗 ok 好 那 那我就稍微介绍一下唐凤的老板 好 他说他是我老板 可是 不如说他是一个工作上的伙伴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其实非常 像是一个peer-to-peer的感觉 我会互相语乘符 然后他会开放给我们做任何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 你们都知道唐凤是谁吗 大概知道 就是我大概十个月前 如果要问的话 就是大概没什么人听过 那现在 对我介绍的比较容易一点 那 他其实 我对他表现可能跟各位对他感觉差不多 就是我大概从新闻上知道 他可能是一个互生同 然后可能 我会学程式 然后很聪明之类的 然后很创过业 然后去年开始入革 就是进入学生里工作 那 那 那个时候我就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教我联系 然后我从前后来跟我一起做这个事情 然后就好啊 我就去 就是这样从很简单的过程 然后就 就过去那个工作 所以我跟他工作的时候 会觉得这个人其实 怎么讲 他聪明到一个程度是 你不用多做解释 他就知道你在说什么 然后你不用多做 他就说 让我琢磨 他就知道你想要 活动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会全心全力的去帮你完成 你可能想要去完成的事情 那对我来说 在一个全新的场地 就是政府里面 要去活动这些事情 可能原本来说很难 可是因为有 这样的活动所在 会让这些事情 会让这些事情 变得非常的 嗯 不能说容易 因为可能说他以外 其他人还是会有很多阻碍 那 可以 可是可以说 你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后援 来替你做一个 的备方 嗯 那 他的职位是 正务委员 正务委员 其实 可能我们不太知道 公务员的他的工作 那样的事情 就稍微讲一下 你可以想象 呃 發言的巡政院 然后巡政院旁边就有个个院 所以总统有个院 然后院有三长 就是院长 部长 秘书长 然后 嗯 下面就还有政务跟 呃 其他的复会 就是 或是交通部 或是面对部 包括三十二个部份 那政务委员在 就是 部长到 呃 三长 之间 然后做一个 一些考公司 这样子 去提供一些议题啊 那这件事情 我刚刚讲的这一项 他也是有过十个月 跟他一起工作 才渐渐理解的 那 嗯 他有一个哲学 就是这边 头领片上写的这句话 他说尽可能不要 实力是他自己的人生哲学 那不是代表说 不去做任何事情 而是试图去找到对的人 来做对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 所以想要去给人家面理 虽然他都好像蛮高层 可是不会想要去给 你知道 或是其他公务员压力 而是希望做工夫的工夫 希望让 呃 公务员觉得是被 被我们团队伺移到 所以如果各位 如果对设计在 其他国家有进入 public service 的那个领域 有一些了解的话 可能像是英国有GDS 还有Goth and UK 这样的网站 他们的设计guidline 那像美国很有18F 18F的这样的机构存在 像荷兰 像Helsinki 就是芬兰 芬兰也有Helsinki Design Lab 然后很多的国家 都有这样的机构存在于 public service 就是政府当中 对的这样 类似 design 的 division 在政府里面 那我们办公室PBIS 就是public digital integration space 就是类似一个 想要塑造一个这样的空间 在政府里面 做一些 形成政策的前期 然后把类似 design thinking 的 mindset 带进来 去收集 user 的意见 就是所有 civic 就是公民的意见 然后把他们的想法 在形成政策前期的时候 就带进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大概是这种感觉 因为政策不应该是 一个小团队 或是一个人 就决定了 所以我们想说 有这种 open mind 的想法 去找到 该做的事情 也好找到对的人去做它 OK 所以这是2012年的照片 就是 哈 那个时候 就是五年前了嘛 五年前 五年前我还是 我是蹲着的那个人 然后 我是小队府 还蛮开心 那时候我就大概要 准备去 去丹麦验宿了 嗯 是一个蛮 怎么讲 我觉得 open 看起来说 是一个很棒的回忆 就是很难忘记说 那时候做过什么 project 然后那时候想的 idea 任何的细节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嗯 然后你会发现 你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朋友 在这边 这个 你们一组 然后一起过了这几天 然后他 做 实际去做访谈 实际去听演讲 然后会 产生 很多 各式各样的回忆 好 好 然后 呃 我们讲这些人 我到现在都还 呃 好奇都还继续联络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珍惜 现在在身边左右的那个 那个老师 并可以找一个 并帮我一边 哈哈 哈哈哈 那 嗯 有听过 CID 的人吗 今天在 丹麦的学校 就是可能梁老师的学生有挺多 嗯 我那时候就是去 open 开 之后 就大概跟一些 我觉得 对我来说现在是 N10 的一些 像大兵老师 像梁洪坤老师 陈麦琳老师 嗯 就是会 会 会比较熟 然后他们开始介绍我去 嗯 去一些新的道路 我那时候还是一个 念 资讯的学生 是台大兵美术的 Rockin 的学生 嗯 然后 那时候还是 那个 那时候还是 open 开 还是开的时代 可以这样讲 开的时代 那 嗯 那后来 嗯 那后来 嗯 那后来 从资讯领域 转去设计领域的话 你大概可以 呃 有什么形式 那样的道理 然后我大概就选了其中一个 就是去丹麦 嗯 学互动设计 这件事情 那时候我是做人机互动 然后后来 呃 丹麦这间学校是做 互动设计 那大概他们会蛮注重说 可以抓一些 别的国家 会一些 一些歧视的学生过去 那这间学校 如果没有听过的话 就大概介绍一下 它 嗯 它是一年的 的学制 的课程 在丹麦 你还会有下一步分开 然后再剩下之后 还会有下一步分开 然后就觉得 天哪 我希望真的是一个 某干的生活 可是过得非常的 嗯 我想说很爽 非常的 非常的舒适 对 那 嗯 嗯 怎么讲 每一周你们要 呃 我们要学的东西就不一样 可能第一周是 呃 什么是 interaction design 就是一个 overview 然后第二周是 user interview 的所有技巧 你从 extreme user 到 就是跟我 user 然后 各种各种 user 都找来 然后怎么用各种各种各种角度 去第一人称 还是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的一个方法 然后可能会像 图片上有 physical computing 然后也有 呃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 experimenting images 就是各式各样的课程列出来 那大概是一周到 两三周 五个月不等的 的学籍 但是因为真的学到 非常多 非常多 我会觉得说好像 嗯 舍不得离开 然后一年之后 就当然要离开 然后 嗯 我觉得互动社医对我来说 其实你们都知道 Bill Berkeley这个人吗 他是 好 蛮多人点头知道 在J&D 学校的时候呢 其实他请来的老师 都是类似大师級的 就是比如说 来教你RD 一个人是Masimo Hanzi 就是发明 那个RD 一个人 然后 教你intention design 就是Bill Berkeley 他就是去call you 这个护重设计 这个字的人 他跟Bill Margaret 一起讲说 大概有种东西叫做 护重设计吧 好 然后这个人就突然 睡觉在你面前说 今天我要教你们 什么事护重设计 我就想说 真的啊 这个人要教我这个东西 非常的兴奋 他 他下来的sketch是这样的 应该蛮多人看过 会有一个使用者 然后跟这个世界去做互动 然后呢 一个是设计师 大概会回答三个问题 三个都是 How do you 的questions 一个是 How do you do 就是你们希望使用者做什么 然后 我们可能会提供给他一个 一个object 比如说一个台灯 一个台灯 那你会希望他开灯一般 可能就是他们怎么去操作 可是你会想要提供他们一个感觉 所以是How do you feel 是第二个问题 比如说你可能不希望他只是 机械性的去操作开灯一般 你可能希望他去 慢慢的靠近这个台灯的时候 才能渐渐的亮起来 就给他一种温暖 被welcome的感觉 那就是对用者来说是 How do you feel 的那个design 是一个intentional design 你要去想的东西 然后再一次 How do you do 他怎么知道 他开灯的灯 他是关了在那边 我还要过去走进他 才能亮 你怎么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这三个问题 大概可以调出了 互动设计的三个元素 一个是人 就是使用者 然后一个是物品 然后另外一个是流程 跟这个世界 你要怎么让使用者知道 让我现在到底想要 想要 给他们什么样的感觉 想要学习到什么样的东西 OK 所以呢 放张照片是觉得 是因为 我在大概 两年 总共两年 电眼结束 课程结束之后 我就觉得香烟 其实是 我观察到最美的一个 interaction design object 这么说 How do you do 就是 你不抽烟的人也知道 在该电眼抽烟的时候 会把他拿起来 拿出来 然后去握他 那他的apportance 我们有时候会讲apportance 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一个很小圆柱 然后你可以去捏造他的 你叫什么 香烟瓶吗 那个直 因为他是有点松松软软的 所以你可以去塑形 那塑形之后 那 就会有非常舒适的握这个 去把香烟拿起来的方法 然后呢 再 你不用去想说 到底 到底要怎么开始点燃这个火 有时候很多人会带香烟 也是没有带大火机出门 可是其实 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去跟身边的人 借火 你可以去搜寻 那 在香烟里 吸吐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一个重燃的人 我看别的重燃的时候 我觉得 真的是非常漂亮 吸吐的时候 他可能每次在 在 就是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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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以后 入入入上一个角落 入入入入口 或者是 妈妈带小孩在抽烟 那 你看到他想的 好 这个例子也太好了 你看到他想的 故事可能都是不一样 所以我看到人在抽烟 然后就看到说 地上 那些 烟 烟 烟 都是一个一个的故事 在地上这样子 承载着很多很多很多的回忆 然後覺得它是非常非常美的東西 而且 Yen 就是在剛 Bill Gerklin 的最後一個問題 How do you know what to do 那個問題 其實很容易知道 就是說 怎麼講 夏英文是一個 他設計給使用者說 一定要這樣做 一定要這樣醜 一定要這樣拿 Yen 還是這樣拿 Yen 都沒有刻意地去 design 他的 gesture 而是說 他就給你一個很簡單的 time hit 因為 Yen 的本身 它的長度就是一個 guidance 你火燒完了就沒了嘛 所以你在邊沖的時候 你可以邊知道什麼時候會結束 所以這整個流程非常的美 就是這麼簡單 就讓你一個很漂亮的 interaction 然後一個很棒的感覺 很棒的體驗 然後做完一個很棒的 journey 這樣結束了 好 所以對我來說香 Yen 它其實 是一個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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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東西 好 那這一點就結束了 然後我繼續製作介紹下去 在2014年之後 我就用我的在那個 GIE 的畢業製作 留下來 然後開一個 startup 去做一支 是一個互動集 幫助自閉症小孩 學習一個回寫字 然後那時候我就留下來 然後最後當然是產品沒有賣 沒有做出來 然後是一個失敗的 2K 故事 然後 可是我覺得 出來這件事情其實有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大概去體驗他 你快速地跌倒 然後快速地爬起來 然後快速地離開 可是在那一天一年 我體驗了這件事情就是說 這間小孩其實 跟所有人都是一樣的 一樣的地方是在於 他跟他們之間的每個人都不一樣 每個之間小孩他都有各自的 spectrum 各自的 spectrum 各種各種各種的症狀 就跟我們每個人一樣 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 會遇到的各種阻礙 其實也跟我們每個人 適合的學習的方式 是不一樣的 這件事情合成是一樣的 這樣子 聽懂嗎 嗯 那這時候 就會非常地放下聲 突然覺得說 其實也不是就是如此 就算你看到別人跟你不一樣 也不用去評論別人 只要自己能夠開始去尊重這個差異性 或許可以在學習上 或是在創造的事情上 會有更多的幫助 然後2009就去日本 那我想 這後面我想快速來玩 然後給大家多一點的 QA 時間 所以2009去日本 然後一間叫Republic的公司 他們比較像是做 做社會設計 就是Social Design 那些事情 會去跟當地的 比如說大阪市政府 比如大阪市政府 做一些合作案 然後我們會去開 Workshop 像是OpenKai那樣的Workshop 然後是 會去開一些Incubator 育成中心 去讓創業公司在裡面進駐 這樣子 那也是非常學到很多 因為日本其實非常愛Social 然後 你知道日本有個文化叫做Momi Kai 就是 你會去 有很多 Robin的學生應該都知道 就是 那Momi Kai是你要去跟人家認識 他認識完之後 然後才是合作的開始 OK 好 我覺得我這樣講話好像不太好 不過反正今天也有直播 沒關係 那 我覺得在日本我學到最多的是 嗯 跟人之間的互動 並不是說 好像一個設計師有多了不起 我去把 嗯 我想像中的設計物局 都在別人的生活當中 就可以了 可是 你要先去認識這個人 嗯 然後知道他的生活 然後真的是你非常 了解他 去同理他 了解你的user 的態度 去把你想像的世界介紹出來 可是也禁止於介紹 就是introduction introduce 出來 而不是去強加說 你一定要用我這個 design process來用 這樣 因為很多 你們知道很多設計 project 是 他有很 嗯 結構化的 使用流程 然後會希望使用者照他來做 可是你放到真實的強力 就不是這樣 所以 design team 不是這一回事 在日本我學到 嗯 非常多的是這個 然後後來我就去了 荷蘭 嗯 一間叫Teller的公司 然後呢 做的主要是 嗯 experience design 這件事情 嗯 嗯 這張圖片啊 這 這張 嗯 嗯 我沒想到閃亮亮的 在看前面 的圖片呢 他在 他的位置在那個 嗯 杜拜的 museum of the future 就是未來博物館裡面 我們大概 在一整年過程中去規劃 去設想 去設想 2025年的世界的 醫療 的交通 的 嗯 的 嗯 的 跟人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政策上的決策 政策上的決策 會是長什麼樣子 幾個不同的名義 把它一次開開來 然後去思想 未來的世界會長什麼樣子 嗯 然後用 嗯 一個 experience design 就是 一個體驗的方式 把它 帶到 大家的眼前 所以當 嗯 有人有這些訪客他來看的時候 他可以設想 未來的世界會長什麼樣子 而對於現在的他 有一些不同的 嗯 就是 行為上的決定這樣 好 嗯 非常的 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那個 花很多時間 好多人力 然後大家都非常的有才 我覺得在荷蘭那裡 你實在是看到 嗯 設計可以發揮到 多麼多麼的 歷歷與精緻的程度 如果你們對這個環節有興趣的話 可以查 嗯 嗯 Yeah Museum of the Future 然後 2016之類的 應該就可以看到了 一個網頁 然後 大家會把 整個展場 從頭到尾的所有過程 說出來 嗯 好 那時候 其實就差不多 到今年的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嗯 在這間公司 可以學到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就是展場 其實他 他大概就是 我們做了一年 只展出一個月 然後展出一個月 就算了 還是展出給那個 呃 耗費之後讓人丟出一大筆經費 然後讓設計公司來 呃 從他們的 Design Agency 然後成為這些部分 然後去做一些很酷炫的東西 其實在設計產業上 對而 是 是常常存在的 的現象 尤其是在國際上 台灣可能 還沒有 呃 那麼強大的 Design Agency 嗯 去做那麼大 規模的 展覽 那 嗯 在國外 確實很常見的事情 可能譬如說 Nike已經要出一隻新鞋子 然後他會請 他會丟個紙本來給你 然後請問團隊 幫我們拍一個影片 然後他會幫我們做 呃 呃 做出一個很酷炫的影片 可以讓所有看的人 呃 會有 對Nike有另外一種感覺 所以就有一些事情 可以去做 那可能 可能譬如說 其他事情 所以我們會在網路上 在點書的時間軸上 呃 看到很多 非常 感動人心的作品 然後 可是其實這背後 都是你的 Design Company 他們的一群設計師 那邊 攪拳導致想想 該怎麼 為這個大公司做 Branding 最後那時候就覺得說 天啊 這個世界在那裡 為什麼 只有大公司 有錢 可以 呃 可以這樣 這樣滑 然後你感動到的人心 可是有沒有幫助到 真正能受到幫助的人 你把那些未來的 呃 把這些未來的 呃 把這些未來的 Vision 丟出來 到底 有多少人看得到 好 雖然那時候我就結束了這個企業 呃 然後我就開始在思考說 好 做完那麼多工作 確認那個國家之後 到底要幹嘛 好 那 所以我大概就 Recap 一下 剛剛我們講的四個不同的比喻 第一個是 Interaction Design 然後第二個是 Surface Design 所以大概從 坐在一起 然後到去日本 然後到去荷蘭 過一個 Experience Design 呃 的展場之後 開始去想到 呃 未來這件事情 我第一次 也是從那邊學到 其實也是很感興趣 從那邊學到 呃 可以一個 Designer 的身份去想 未來 未來的世界可以長什麼樣 那他們 這樣把它 這樣把這個領域稱作是 Futuristic Design 好 然後後來我就回台灣 那 那時候 一天 彭鳳交我臉書 然後說你要幫我來在這裡工作 然後我就想說 呃 沒有在台灣工作過 然後很想要認識台灣 然後很想要知道 呃 現在的狀況 因為我那時候回來跟梁老師啊 跟一些老師聊 然後 我就說台灣的設計界好像 好像開始有些問題 然後 那是什麼問題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他就開始跟這些學生聊 然後聊一聊 因為他們好像是 呃 領域上 非常的局限 然後 沒有像國外說 有一個 Uside Idency 可以這樣大規模的去 運用所有的生技人才 我幾乎就是 一定要休息下來的學生出來 可是到什麼地方 你也不知道 應該是 IT 為助的 的一個國家 好 然後 可是 可是我也不知道 該怎麼去想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 我有沒有先這樣體驗過 嗯 那時候唐弘他說 他需要一個 會 統籌的設計師 他需要一個 雖然是 不是專精 可是 雖然是每個領域都摸過一點 的設計師 來替他去想 未來應該要怎麼去 呃 呃 接下來 如果要做 政策前期的 規劃的話 該有什麼樣的過程 然後我想說 好 那我回想過去的經驗 也有一點點 所以 之後我就想過來幫他 那PDIs 是一個 嗯 非常有趣的地方 我們那時候 講這四個字 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Space 這個字 很有趣的地方 是它 我們沒有用 Office 而是用空間 像是一個 Open Up for everybody to 就是 contribent idea 的空間 嗯 它是一個非常 透明的地方 像我們的網站 pdis.tv 你可以 在 前面 打 talk點 就可以看到 背後的所有內容 然後 他的code 也是在github上 可以直接看到 程式怎麼寫的 所以如果 各位有想要幫我 解程式的話 你可以直接上去寫 然後它也是一個 嗯 嗯 讓你 可以 可以參與 參與更多的地方 嗯 就是說 這個當然是有點 有點痴迹 就是說 參與讓台灣更好 好 這是就是台灣的一個 join主題嗎 可能不多人 有人有聽過這東西嗎 有 好 有幾位 就是它是一個 好像你可以 嗯 你可以想到說 某些正在上面 跑的時候 還會在前期間 多出來問大家一件 然後 嗯 然後你也可以去 可能 平常生活中 看到某些想法 你也可以去提個案子 就像是一個情願的平台 那白宮可能類似的 比較弱 Rigal People 或是 其他國家也會有 類似的情願平台 那大概就以上 它 左邊有一個 呃 提點子 這個地方就可以 去情願 然後去說 欸 我到底想要有什麼樣的改變 政策上怎麼改變 或是法規上怎麼改變 又可以去情願 呃 去連署大概超過五千人 他們就會 他們就會做一個回應 這樣子 嗯 對 那時候我剛剛進來的時候 看到說 有這麼多事情在發生 我覺得太有趣 可是我們剛剛是其實成員 大概就是 一開始只有我一個設計師 然後我想要做的事情是設計師考進入政府 那 怎麼做呢 他們很努力 然後後來是 很開心就是找到 圖片從這 左邊第二位這個女生 她是從英國的 她 她是 多晚大概 呃 三個月回來台灣 那她之前是在英國的 呃 policy lab 就是英國 GTS裡面的 policy lab 嗯 嗯 就是英國政府裡面工作 然後當那邊的 designer 所以她有非常多的經驗 去怎麼 重構政府裡面的 設計這件事情 可是你可以看到 一開始 背後的人其實是 就是 就是 有些人在跟林奇 嗯 去發想 新的政策 嗯 可是 後面很多人是那種 比較不 share 一點 想說這是什麼東西 怎麼會有人在那邊 貼根一貼 這是一個 莊嚴的場所 怎麼可以在這邊搞一些 有了沒的圖片啊 貼根一貼 然後公園 呃 前面還是看著書 看著文字 然後想說到底這些 圖片在幹嘛 圖片又不能當作揮擊 我到底要做什麼 對 所以一開始沒有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挑戰要做 可是我們 團隊就是漸漸的 變得越來越 越來越有溫解力 然後他們後來會 適時的去 前面給一些 給一些期待管理 然後跟大家說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會議 會議可以怎麼樣用 設計思考來進行 然後讓大家去了解說 如果今天是一個 以 design painting 的方式來 進行的會議的話 可以有什麼樣新的 新的火花 這樣 所以我們每次開的會議 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大家會 嗯 有一個議題 那議題通常是從 舊營上來的 或是其他的PO區域 PO就是 我們在政府裡面找了 大概 呃 現在有70幾位的公務員 然後他們是對 開放政府這件事情 有興趣 然後來成為我們 主要工作坊 陪你一起 跟桑林的公務員 然後 跟他們一起去想 一些新的分子 所以他們有 有這個管道去提出一些 的 idea 然後來一起想 嗯 然後另外一個管道 是透過 join 上的聯署 我們每個月會選 三個案子 來做類似這種 工作坊去 run 所以可能 每個月可能有幾百個案子 然後我們會透過 POI 投票 去選出三個 我們是用一種比較 呃 呃 怎麼講 扎實 然後因為他們是需要 呃 跨各個部會的 所以就讓各個利益 關係的人都到這邊來 去 run 所以比如說 我覺得你在狠村 然後呃 呃 那邊是可能 狠村醫療資源有點 不從突 然後他們的提案 是希望讓 呃 空行總隊 就是飛機可以 集體到韓村機上 因為他們覺得韓村機上 沒有在用 所以希望呃 飛機可以過去 然後可以當作 類似中部級的概念 去把別人送回去 那這種案子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想說好 那 一般是很難處理 我們要跨各個部會 要跨 衛福部 要跨 內政部的空襲總隊 然後可能要跨 法務部 他可能會有些其他的 呃 issue在那邊 所以我們就要去跟 各個部會的這個 這個 PO 就是開放這裏 如果有人去講說 好 我們需要一些 能面的 data 然後做什麼 research 然後約某一天 在一個地方去開手 workshop 所以 呃 昨天 早上我們就要去 恆春做這件事情 然後 呃 其實對我來說啊 我不想講太多 關於任何的細節 不過 呃 呃 我覺得就一個 第三個角度來說 我可以讓大家 看到的角度是 就是 便利K真的是一個好物 就是 如果假的好奇怪的話 就便利K真的是很有趣 因為 一般開會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 傳統開會模式是 呃 就是 呃 可能 可能你有看過 哥吉拉 哥吉拉的電影裡面 那個 哥吉拉還沒有到 岸上的時候 政府官員都來開會 他那個會場 是非常專業 就是看一個 摸字型 然後大觀座中間 秘書座蜿蜿蜿 這種形式 然後問你說 呃 哥吉拉會不會上岸 然後就會有 秘書家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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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會上岸不會上岸 然後結果新聞就說 哥吉拉已經上岸了 然後覺得天啊 怎麼會 訊息流的比你訊息還好滿 所以在一般的會議 可能是這種訊息的 就是它會一人一語 導致俱學的溝通有點緩慢 可是建立一天好好的地方是 如果我今天 呃 官員A他講一句話 我把它解構成三道別理題 好 比如說他問好 恆春機場 然後 後送醫療資源 四個不同 怎樣的 我把它貼出來 那 另外一個 官員B他講出另外一個觀點是 後送不一定比較快之類的 然後就可以把 不一定比較快寫下來 那時候我同時 就把兩個人的意見時間 定在一個大的Candle上面 我知道這對於大家來說 是一個非常 就是再平凡不過的事情 可是我們現在才正在 在聖體內開始做這種 什麼工作法 對我來說是一個 是一個算是 試圖去跟這些官員們 或是計程工員們去做培力 該怎麼去思考一個事情的 培力過程 那也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讓我們真的會開始改變整個 做事的網發 做事的方法 所以 怎麼講 就是我真的很喜歡你跟您貼 好 那 有時候呢 有時候我也是會去做這種事情 就是去 就是站在很多人 對 坐在一些很厲害的人旁邊 然後去給演講 然後對我來說 一開始也是很不習慣 就是 我就是一個設計師 然後當新政府可能半年多 然後 然後我要講什麼 我要講開放政府 然後他們可能看著我 就說 你是中的 那不是有 然後你要來做一個指定 這樣 然後又說 可是我沒有要下指定 我們想要一起 別聰明這件事該怎麼做 對 那我也是會去給這種演講 這樣 然後 可是對我來說 剛剛那件事 也像向上管理 然後 向上溝通 然後這邊是 向下 向旁邊溝通 就是也是會有一些年輕的公園 他們剛進到公家體系裡面 然後開始在想說 他們到底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去改變 或者去 為台灣的社會做一些貢獻 因為其實 一般人去考公公園 可能也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可是還是有很多人去抱著 理想 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會 試圖去問這些 還有熱情還沒有被熄滅的一些人 然後他們說裡面有什麼想法 然後去他們帶出來 跟 上面的人去做溝通 這樣子 好 然後 可是溝通的時候 就是 也是會想說 需要有一個 藉口 所以 所以我們剛是後來 就是我一個設計師 跟另外幾個會寫程式的人 我們就開始 去幫別人做網站 然後 比如說我們去幫網站會做網站 去幫人行之委員做網站 然後去跟他們說 這個網站大概可以這樣做得比較漂亮 你看 左邊這樣就 不是很OK 然後 右邊這樣我幫你設計一下 然後就這樣做這樣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個 怎麼講 牽入管道 去跟他們說 誒 設計師考什麼關係 然後網站可以 變成 配備用菜 然後把它解構一下 重新排列一下 都沒有變太多 只是CSS改一改 然後擠行扣一下 還可以幫你寫CSS 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網站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你也幫他做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我們一步一步的去推動說 做事情的流程 可以有什麼樣不同的變化 好 那 嗯 我想 這剛剛我要講一個蠻大的東西 我想先回到slide上 看有沒有 有沒有問題 好了 看一下 有欸 那我就開始回答囉 有欸 那我就開始回答囉 好 有一個人說 決策 決策交給大眾決定 是否會因為議題震盤 兩方都有禮物製成有的限制難以決策的狀況 好 會啊 嗯 可是 等一下喔 謝謝 好想把問題放出來給大家 嗯 因為是anonymous 所以就不問是sequent 所以 決策交給大眾決定 當然會啊 一定會有正盤兩方 而且不只正盤兩方 一定會有很多方 然後每個人想的東西都不一樣 像我們覺得就很純 每個人想的都不一樣 就連很純在地區裡 他們想要的也都不一樣 可是 可是怎麼講 工作坊就是 嗯 我現在講工作坊 可是我現在認為是一個 一個wordshot 一個協作的 協作的場合 我們叫做協作會議 因為 政府只看會議這兩次 才可以 才可以 下那個頁目 所以我們講協作會議 就是 就是其實大家在工作坊 那工作坊 那工作坊這件事情呢 嗯 並不用下到一個明確的決定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有這句話 就是我們 我們 design thinking process 不是會 啊 開好幾期不同的 brainstorm session 嘛 它會有四個比 會從discover define 問題 然後去 什麼 develop到deliver 四個不同的比 每個不同的比 就是一個階段性的 iterative 然後你去給出一個 嗯 就是 deliverable 就是中文可以翻桌交付項目 你可以deliver一些東西出來 所以你不一定要在 一開始的時候 就把 最後要給出的那個delivered 就決定了 而是你可以在一個階段 比如說 我 discover的時候 我可以discover出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insight insight 就是一系列的insight 是我對你這個一點的insight 我對一定要的insight 然後每一個階段 你會給出一些 可以讓下一個階段聚學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design它 它很sexy的地方是 它在於 它每一個階段 它可以給出的東西是 嗯 對 sexy 是 別人可以接得下去做 那這件事情就會讓 團隊變得非常無限力 就是可以被 就像今天主題可以被重構 再重新 可以被解剖再重新建構的 嗯 可以去把你 現在做的東西交給別人去做 當然 會有人會說 當然還是 開始有個比較 high-level的project manager 去overlook整個processing 比較好 這是當然的 可是它真的很棒的地方 是在於 你不用真的去 下一個之後的決定 而是你自己去push 嗯 現在做的事情 到下一個階段 就 就很好 OK 雖然只要大家五天之內 就可以做完四個定義 所以 嗯 好 那第二個是 就是想聽那種衝心失敗的經歷跟原因 好 那我會後再說 那請教你一開始進行 準備出國 或是對於不同原因跟習慣 出國面設計的人 有什麼樣的建議 欸這個我很幸運欸 我是一個不是很有錢的人 所以我出國的時候 我覺得最大困難是錢 所以我那時候去申請 申請那個 就是貸款 就是台北市新年每次貸款 然後它是一個 不用利息的 然後你可以申請一百萬的樣子 然後 嗯 然後十年內還 然後再來 念軍 念完畢業之後第三年 念完畢業之後三年才要開始還 所以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 因為我畢業完之後不用 一定要找到工作 然後我可以去探索一下人生之後 再去開始慢慢的還一個月 可能一萬多 所以我到現在還在花出一個學長款 嗯 所以大概是 算起來是錢這件事情 然後 嗯 嗯 領域上的話我覺得 嗯 楊老師 楊惠老師真的給我很多很多的幫助 所以 可能一個建議是可以去問 你 admire的學長姐 就是你最喜歡哪個學長 或是最喜歡哪個學姐 或是他們做的事情 就去問他 就是直接去問他 我相信台灣的 就是厲害的學長姐 就是 嗯 比如說 那個啊 黃任兒 對 去問他什麼 可以有什麼樣的道路 因為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很多不同的道路 尤其是教授們 他們看到很多不同的學生 所以他本身看到的 嗯 他本身的經歷可能不是 你想要追求的 你可能不想像的教授 但是你可以去問他 說有沒有其他的學長姐 有跟我一樣的疑惑 然後 可以去問看一下 OK 那第三個請 字體 我看一下 我們來 我們來 民主揭曉一下 應該是 你知道嗎 這很普通啊 我會用一個技巧 是把它變成 Thick 就是 不要用Rag 你看Rag 就很普通 對不對 然後你把它變成 Ultra Thick 就還不錯 然後變成Thick 就覺得哇 超棒的 大家知道我感覺 對 OK 這樣有解答到 然後 所以我要念出來嗎 可能有 你看到 那個 Apple SD Gothic 那 好 嗯 什麼 理念跟觀點區設定 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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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轉換跑道提升點 什麼要理念觀點 嗯 欸 我還以為大家都我今天沒什麼心虛 所以我喜歡講他去的 所以我 看下 我看到這張 什麼要理念觀點 什麼要理念觀點區設定每年 大家真的想知道嗎 就是 嗯 念完書之後就覺得 嗯 想創業啊 就覺得我的作品很棒啊 為什麼不創業把它做出來 然後創業完失敗就覺得 天啊我要找工作去還 太好了 然後我就去日本 欸不對 我是先那個日本的老闆 還是我朋友的 他是我朋友的朋友 然後 他剛好來丹麥 然後 他就 好我可以講這個故事 就是他 他很誠懇的來到丹麥 他去開一個很棒的Workshop 我就去參加他的Workshop 也有點像OpenCat這樣 是一個 大概三五天里的幼城 然後是那個老闆班 他前來一個很棒的丹麥大學的 教授 在教我們 就是類似 Tuturistic Design跟Body Stoning 怎麼會齊 你知道Body Stoning 就是 不是Brand Stoning 而是Fired Stoning 就是用身體播出這個Idea 很有趣 就是你可能有一組 人會在台上上去演戲 所以你不用自己去寫 給你貼Hunty Idea 而是 你就跟那個演員說 心理表現出憂傷 然後他就會突然變得很憂傷 然後 然後你可能身為一個Designer 但是你覺得使用者 在拿到 比如說他要這個品牌 他是很開心的 然後那個 演員就會感到是開心 你再用這個品牌 對 所以發音箱也還蠻有趣的 那總之 那個Body Stoning 他 他就來 然後我們就去 一間很普通的咖啡廳 然後他就說 呃 他如果不是很好 他就說 We are Think Tank We are the makers 他就說 那你是一個Maker 你可以來幫我們做事 但是這樣子 好 對不起我故事講完了 那 嗯 然後日本結束之後 荷蘭那些公司是 算是被獵仇 就是算是他們做 呃 就是想要你來 這邊工作我就過去 然後荷蘭那些公司 就是 我自己覺得好像 想要進行下一步 對啊 所以就是這樣一段一段 如果可以給他一些幫助的話 我覺得 每個就讓我都很盡力 想要去把那個階段的事情做好 然後 去把 呃 我覺得 呃 會想要有些新的收穫 包括現在 就是現在的場地 就我來說是一個 呃 他不是International 不是Service 也不是Social 或是他都是 然後或是他又是Futuristic 可是我可能做不到 就是可能在政策裡面 你要講未來 很多人還是無法想像 所以我就只能在我有限的範圍 我們團隊 或是我跟荷鳳 或是跟幾個 有聽過未來設計這件事情的設計師 去想這件事情 然後甚至準備給大家 那 可是我都會很盡力的去想說 到底這個階段我可以 就是Push到什麼程度 當然 就不是Push給人 而是Push我 就是這樣 好 就是要快一點 好 那 所以這兩種超過 所以呢 呃 這不可取 以後 勉強的時候大家要準備 嗯 就是 所以我可能會 以一個設計師的角度 在正如司徒 拋出一些問題 我就快速地講 比如說 How might we question love 就是我們 How might we help Taiwan to unlock this creative potential for digital innovation 怎麼 怎麼讓台灣的 創造力都被帶出來了 那因為我們是數位 政委的辦公室 所以就是 它的 constraint 當然就是 就是會用digital innovation 那突然我給 How might we push 的時候 下面會 加一個 quote 就是我們相信什麼 或是有人說過什麼 來佐證這個問題 會讓你比較看到 picture 所以我就 因為很難 我就唸一下 說 We believe our digital platform should automatically provide reliable data collection in transparent means and make it accessible to people 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 就是我大概一進政府裡面 大概幾個禮拜 我大概就是試圖想要 想要去提出幾個 design question 然後來做自己去做接下來的工作 所以第二個問題我問的就是 民主這件事情 我們怎麼 refashion democracy 怎麼去想 未來的民主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怎麼讓 agenda setting power 是可以 比較更 with the people 所以 agenda setting 就是如果我要補充的話 還是不是一群 close group的人去設定 別人要做什麼事情 而是讓要做什麼事情這件事情 變成是大家可以做的 所以比如說 像我今天用slido 就是我讓我的演講 是大家可以決定我要講什麼 就是一種 把 agenda setting power 開放出來的概念 雖然我只有開放了一下下而已 OK 那所以我就想要訪問大家說 你覺得設計到底是什麼 雖然現場應該有很多programs 但是設計對你來說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Johnny Hayes 這個人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是通過的CPO 那他講說設計是一個 嗯 幾乎已經他涵蓋太多 太多道理好像沒有涵蓋 對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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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詞了 OK 那我還很認同 因為我經過各式各樣看不到的設計 就是長時間選到後來 所以我覺得設計跟policy的design 是兩件事情 嗯 我覺得設計的設計還在涼光 但我覺得是不是design這兩個字可以拿掉 嗯 這是一個非常深層的方式 嗯 對我來說 嗯 Surface design很大都知道 可能設計設計這件事情 是 怎麼在適度的時間裡面 把me design的surface 去呈現給大家看 那這就是 設計設計設計 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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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為比賽者來設計 你要給比賽者知道說 嗯 什麼時候把這個東西生出來 什麼時候你要講什麼東西 就是一個策略型的設計 那policy design 其實我沒有說很厲害 就是沒有說很有經驗 有很多很多人在做這件事情 可是他跟他跟他領域比較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還沒有那麼對 對 OK 那這一頁 政治 就是 我其實沒有要講政治 我比較想要講說 嗯 雖然它是一個藍跟地畢的背景 然後我試圖找一個 比較中 比較漂亮的聯社 去把藍跟地畢都融合在一起 然後用白色的字來顯現 然後用一樣的字體 就是echo sd 但是我沒有要講政治的分身 我要講的是一個設計師 就我來說 從進入政府以來這十個月 嗯 我看到的政治是什麼 嗯 一開始我去Viki 找政治是什麼 好 蘇中山說政治是治理 眾人是死 我覺得OK 好 好 治理眾人是死 眾人怎麼了 為什麼需要治理 為什麼 嗯 因為聖創設計師很喜歡動詞 我很喜歡動詞 所以我會對治理這件事情 非常有意見 為什麼人是需要你治理 什麼樣的人需要被治理 因為他會想一下問題 但是我比較對另外一個說法 呃 判動 就是 有個日本哲學家 他叫做 叫做什麼 東 等我一下 我想讓大家知道 東浩記 他這邊寫的本書叫做 The General Will 2.0 好像是兩年前的書的書 嗯 嗯 他說 政治這件事情 他沒有說政治不是自己的動詞 他可能覺得自己的動詞 他說 我認為的政治的本質是化解 是化定邊界的品味 所以政治其實不是一個 一個權力的 對 一個執行 而是 嗯 人分群 就是這種感覺 大家可以了解嗎 就是我去化解 我跟別人組成社團 我跟我一同到合的人組成一個群 那群力就在這時候展開了 這個群體跟另外一個群體 人生之間會有產生不同的 呃 的互動 那這個互動可以是Nutra 比如說 嗯 比如說 台大跟政大有 楊好的關係 那關係就是一個Nutra 然後楊好是形容詞 可是我們可以說 嗯 嗯 比如說 比如說 Apple跟陳重在競爭 那競爭就是一個比較 不好 比較負面的互動 那可能會有權力上的來往 比如說 我可能去告別人 告別人 嗯 他抄襲我的專利 就是一個 好 就是一個 嗯 嗯 嗯 權力上的互動 所以我覺得政治其實是一個 我實在是用 Iterical Design的角度去 了解他 什麼是政治 那什麼時候他下決策 決策就是決定的事情 所以對我來說 政治 我們剛剛很清楚的講出政治是 分區 那決策對我來說 好 我可能當然不好 因為我只是一個 不太了解 風光行政那件事情 可是對我來說 決策就是 這些人怎麼 嗯 就是 一群人怎麼一起決定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 決策 就是民主政治 那 那一群人怎麼決定一件事情 有很多種 可能有 民主就可以分很多種 有 直接民主 有進階民主 有單義民主 有數位民主 那現在有很多人在去想什麼 叫做Next Democracy 這件事情就非常有趣 對 那我也是一直在 最近在 在看這樣的書 然後再去研究 對 好 OK 那到了最後 我想要 嗯 很快的去 去聘一個問題給大家 就是 我 回來台灣的這十一日 我看到的是 台灣的設計界 有很多很多 不一樣的群體 像我剛剛說的 政治是一個 畫群的事情 一個畫群的事情 那群體可能有 UX 有 UI 這是一個 Group 有 Tech War 是一個 Group 有 Digital Content 數位內容 是一個 Group 然後有其他一些 比較一直存在 可能 Industrial Design 什麼的 那我把我自己的經驗 放在右上角 Internation is your Service 跟 Futuristic Design 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 Strategy之類 我覺得 我很有感觸的是 我看到的是 我很希望 這些東西 他們 不要完全 overlap 我希望 台灣的 Design Spectrum 如果是一個工夫的話 可以是 更 繁榮的 它不要只有 Tech Art 不要只有 數位內容 不要只有 工業設計 而是可不可以 藝術家可以去 另外一個領域 去看看別人 在做什麼事情 他再 帶出一個新的領域出來 所以我很喜歡 樓康開就是這個 因為你們把 各式各樣不同 人的畫面 的強力 怎麼知道 未來幾個月 或者幾年 不會有新的產業出現呢 所以是他真的很希望 台灣可以有 年輕人有這個力氣 有這個動力去 不要只是 follow 這個 這個產業 現在的 現在的 discipline 是什麼 這不重要 這不好玩 他的方法是怎麼去認識他 聽到就好了 那接下來 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希望有人 有興趣去做的事情是 你去創造 有性的能力 你去跟一個 你不熟悉的能力 去創造 這些東西 這個很多場地可以發生 因為台灣是一個 非常 vibrant 非常快速攪鬥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是有 有機會這樣的 能力 好 所以之後要問大家說 你想當一個什麼樣的設計師 你想要 我可能一開始小時候 我想要當一個 很溫暖的設計師 想帶給大家美少 可能想要當一個很溫柔的設計師 在政府裡面 用比較溫柔的方式 推動一些改變 現在我覺得 對我來說 是一個放下設計 這兩個字 不知道 design 到底還有 什麼樣一定要遵守的 discipline 而是 去看說 他是一個故事方法 他頂多就是 解決問題跟創造價值 跟這個事情 所以 我會試圖去把自己的 抬頭拿掉 不要說 我就是一個設計師 而是一個 是不去創造價值的人 我也鼓勵大家 隨便維持一下抬頭 OK 那最後就是把 我老闆 唐鳳 的話 帶給大家 他說我們看見萬物聯網 用我們將智慧聯網 就是IoT 與其是IoT 不如去講 Internet of Things 與其是VR 不如去講 Shared Reality 與其說Machine Learning 不如去講 Collaborative Learning 與其說Machine Experience 不如去講 Human Experience 與其說Singularity is not true 不如去說 Community is here OK 所以這個 我們往上找不到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回味 舉絕它的話 可以去看 OK 那大概 詳細 大家可以講 謝謝大家 問一下 問一下 那現場 開放一到兩個問題 問好 老師你好 然後我是設計隊企業學生 然後 我現在也在一個很大的IT公司的 新的設計部門工作 然後我們部門內容也是 試圖透過設計思考 進到一個很龐大的組織 然後試圖透過設計思考去改變這個 過於龐大的組織 常常會遇到的問題 那我的問題是 代表設計思考 試圖帶入政府 然後 試圖在前期就 採納 我們講User的意見 然後去造成一些改變的時候 你們是如何 因為我覺得甚至很難的一部分 就是在前期 observation的時候 要找到對的人 做對的訪談 才可以得到對的意見 所以你們是如何 把公民這麼大的 公民這麼大的族群做 segmentation 然後找到對的人 然後進而找到對的意見 謝謝大家 如果有很棒的做法 那台灣我們還在一起 他會用data的那種 指標分析的方式 去網站流量 回去分析來的使用者有哪些 可能看我這個網站的人 還有什麼樣的profile 然後去看那個背景 所以比如說最近 有一個 之前我們在處理的工作坊 是關於 報稅系統 難用到爆炸的這個案子 那 這非常明顯的 講出他的情緒 那我們就去看說 來用報稅系統的人 可能系統有好幾個 然後他們 是會去用 那十二個夜前的 十二個不同的process 試圖在每一個user journey 都找到 一到三位的代表的user 來做訪談 所以大家會用類似 我們說 資料分析的方式去找到 去做分群這件事情 那在深度訪談這件事情 真的非常難做 就是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而且 我不知道你的公司的環境怎麼樣 如果本來沒有這個環境 做user research 的話 要說服其他人做 就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 對 所以 我覺得我的方法會是 我先做幾個 然後我給出insight 那個insight 是人家再怎麼找 都找不出來的東西 因為只有你 身為一個懂 怎麼做research的設計師 你用的有semitage的方法 可以帶出不一樣的insight 這時候去 show 他們說 這是我的結果 那 他們會開始問你怎麼做 就是他們會很容易問說 這個過程是怎麼樣 再去把之前做的事情撓出來 那我覺得這是一種比較 就是用 用 示範的方式來做 而不是說 因為我遇過很多設計師 是說 我希望先找到一個team 再開始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的環境 還不成熟的話 其實是很難去push 那麼多先前的準備工作 所以我現在的做法是 因為我們的環境也還不成熟 所以就是先用示範的 然後多用一些 資訊的輔助工具去做報告一下 講到 來 講 你了解 請 你了解 我 是 人事主要為則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我們平常在有關政治方面的議題 常常會看到有關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間的衝突 然後白話一點就像是專業和民意之間的衝突 那我想要問說你們是怎麼樣化解 如何達成共識然後化解這些衝突 或者說從設計的角度你們會怎麼樣切入 切入讓這件事情變得比較好進行 我跟妳講化解衝突這件事情 我覺得衝突不需要去化解 衝突其實是美好的 有衝突才會有結果 所以怎麼去讓衝突在好的情緒中被成就 然後去進行下一步的動作是重要的 然後再來是精英政治跟民主政治 這兩個兩個不同的體系 這是要去study說 到底因為我們都不知道未來的走向會怎麼樣 因為國家也要和自己想要 follow 一個政治的體系 那當然也是有可能的民主政治中選出了一個 比較強勢中的政治代表來通理的應該是民主的國家 可是它可能是在一個開放中的強權 所以都是有可能的 那這兩個體系本身之間會不會有衝突 我覺得是會 可是他們之間的決策的方式本身就非常不一樣了 所以我覺得比較多的衝突是會在這兩個體系內 比如說極權國家跟民主國家 這兩個不同的政治體系之間 裡面就會有他們的反映的衝突 那之間的衝突可能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事情 我覺得完全有當一個level 不過裡面的衝突的話 民主的政治體系的決策的過程 就是決定事情的方式有很多種 我們剛剛說有單一制等等 那在數位的時代 我覺得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看你的general world 2.0 他會講到說 未來的社會的結構會怎麼樣 原因到底還對於組成一個大大的群體 有沒有那麼多的興趣 還是大家會偏向一個比較 我們說是Opac的 所謂的經濟商標的時代 他把未來的社會做一些描述 跟在未來社會的決策過程做一些描述 所以很建議去看這些 OK 好 好 提問環節就是先到這樣的時間草多 那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感謝林水漢獎金 那接下來就請演講組為林水漢小姐的方法 兩次做 好